日前返回母校台湾大学担任一律课作教授 与学弟妹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甚至超用心准备的演讲稿一点也不满忽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准备这个演讲 就是从一开始的发响一直到做最后的PowerPoint 我觉得有点像在做期末报告的感觉 对就是用尽全力希望说今天的演讲可以非常的丰富 维里安虽是第一次演讲 台风可是相当稳健 不过未来若有机会让微教授教课 他想要教什么呢 可能是昆虫系吧 其实我以前还有一个室友 就是昆虫系的 当然他人很nice 然后但他也在寝室里面养过虫 他养过螳螂 然后螳螂还生小螳螂 就是全部从那个保温箱里面跑出来 我们还要帮他抓回来 对啊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刻 在结束和水滴妹的近距离接触后 维里安可也没忘了歌迷们 6月25号 他将在西满河岸留言举办小型音乐会 喜爱他的歌迷 可千万别错过咯